大家好,我是死佬,今天又來打機機 我們繼續來玩Bokeyman的N寶元 好,我們要先去另外兩個back end 另外兩個back end的條件 就是要蘇菲死,大衛生,和蘇菲死,大衛都死 首先,我們很殘忍地要解決蘇菲 蘇菲的解決方法就是在這一分鐘內 大約要被人打到只有30%以下的血 基本上,拖一分鐘 拖完一分鐘,大約就會發生蘇菲的結局 很害怕,好像有點奶奶的東西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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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救命啊,真的會死啊,這樣的假法 救命啊,媽咪啊 沒事的,哪有這麼容易死 你這混蛋給多一分鐘,我不行嗎 好,好,小心點,林藝不亂啊,不是開玩笑 否則突然被這些狗衝過來,真的人都瘋了 再一分鐘,再一分鐘,再一分鐘,一分多鐘 嘩,快點進來 你管真的要用後退 你管...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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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死掉了啊,撞你的鬼 是真的死掉了 你怎麼搞的啊 蘇菲你怎麼可以啊 你倆可感受啊 最終的一秒,最終的一分鐘 我們用了專業一點 我記得這裡有個位置是可以慢慢被狗咬得不太嚴重 好似是 先拖一秒再一秒 但你小心點 不然隨時撈東西 30秒 慢慢等狗跑一跑 跑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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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輕輕鬆鬆 繞來繞去 就應該可以繞到 你再咬死我 我就把你們熬了 好小心 小心點 等別人 等等 不要亂來 很害怕 全部都打了狗 先站上去 救命啊 等十多秒 讓山路走走 好嗎 麻煩你 很明顯又不行 大家都下班吧 走走走走 剩下20滴血 剩下5 4 3 2 1 好 蘇菲 死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被人咬死也要等一分鐘 不過算了 我們很殘忍地見證著這一刻 老爸啊 好 好了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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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e! Sophie! 她不會醒的了 她這樣咬法 這樣哪有可能醒到 回去找查理德 不可以把她吊在這個地方 Sophie就陣亡了 很可惜地 看著她這個目光 爸爸心碎了 還要喪噴血噴到整張床都濕了 謝謝你們找到我的女兒 會不會太遲呢? 很可憐 你要去哪 很難得 溫柔查理德先生 竟然會這樣說 站在那裡 讓我去吧 我只剩下一個女兒也沒有了 應該好像我這樣見過 見過那些子女被殺死的父母 捉一個爸爸 報仇就是我的責任 捉住他 綁住他也好 毛巾 綁住他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過也是 很可憐 但是 這幾張圖都很有壓力 很有感覺 但我不知道縮頭會用哪一張 對不起 他不會原諒你 麻煩你 唉 才有空就看看他 不是怎麼樣 很冷靜 我已經確認了沒有剃刀剪刀 但有玻璃和槍 絕對不能讓他們弄壞 他不會自殺 他應該不會 他怎麼也會報仇才會自殺 沒有其他方法嗎? 有的話你告訴我吧 你這樣賤人 你要去哪 你不連這個也不准嗎 給你吧 對吧 David 你留在這裡 我不想你把我捉在後面 嘻 應該不會有人打你 這樣就 大衛都去到一個很 很露火的地步 我也要去 快點找到凱蓮娜小姐 隨便你 這刻 你也很害怕 這刻 不過 我就 無理他 唉 為何你們都不聽我的話 咦 又是否想回一些往事 這個好像之前想過 我 抱歉 我們先看看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玩 然後呢 你想參加警察嗎 對 我怕飛到後面 就會看不到相關的劇情 但是這個劇情 它有很多銜接位是一模一樣的 我有一個好想 噢 抱歉 哈哈 不吭了頭 嘻 很可憐 第二代女主角 今天被我們犧牲了 想起我兒子 這裏都好像發生過 那件事 後面的劇情應該是差不多 然後呢 我們就要決定 大衛死和大衛不死的劇情 如果中途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就會直接飛過去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如果想重新看 就重新看前面的劇情 其他呢 我就會繼續飛 沒有床 好了 我們呢 回來 這個是大衛生存 未死 蘇菲死了 繼續延續下去的故事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看看 應該都會發現什麼被盜 是不是 怎麼了 我流血了 休息一下吧 再這樣下去 你呢 這裏應該都是沒有分別的 我沒有猜錯 這裏會發現 一條被盜 對了 這裏是有被盜的 怎樣 開到 哦 如果大衛死的話 我們就會 找不到這個相關的秘道 因為我們手之前傷了 就會沒有人幫我們開門 那我們現在可以下去看看 不過如果沒有猜錯 應該跟之前是差不多 這個是類似 劇情應該會繼續發展下去 不過它叫完開門 我們就看看 看看會不會有 看到了紙片 其他東西應該都是差不多 上下 有什麼電話聲 哦 這裡要觸發劇情 喂 哪有電話 還說是電話 對了 它的幻聽又出現了 你幻聽呀 知不知道 其實會不會一直都市恐怖傳說呢 其實某些位置都被人安裝了電話 像是零星那些發射器一樣 那個劇情應該是說回她兒子 GG的劇情 還有哭 沒有眼淚 就直接走了 那個劇情 如果大家想看 應該是對上兩集 有個人 快點快點快點 神秘秘道 終於都開了 嘩很害怕 算了 不過 好 慢慢來 好像這個劇情和之前的劇情差不多 我忘記上一次 因為隔了很久沒有玩 不過算了 這也不是一個重點 但我真的很不喜歡她走樓梯的方式 好 先看看 後面有人在 沒有人 什麼玩法 這裡好像有什麼 有個 吊樓梯的拉桿 是拉不到的 好 先看看 沒有人 但剛剛明明走了 難道這裡要點火 沒理由 房間暗號的 不用理會 一上一集 不理會 都可以 嘩 誰 回到 什麼聲音 行機 咦 為什麼 剛剛那裡很亂 突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滾了樓梯嗎 為什麼我來回這個地方 我不明白 大衛呢 好 我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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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懸掛樓梯不見了 閉加火 樓梯不見了 會不會有其他秘道可以走到過去呢 還是要繞路呢 這裡走不到 這裡 在後面那個位 應該不是的 這次糟糕了 要做什麼 會是這些位 剛剛那裡懸掛樓梯 看看是不是有地方繞路呢 難道那裡真的要用密碼 好 好了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要回來 可能找不到大衛 所以他要回來 還是怎樣 我完全沒有頭緒 但我回來他就觸發了劇情 蘭斯 他剛剛暈了多久 全部人都不見了 查理德 我先進去看看 C 還在哪裡 Sophie Sophie 你叫 嘩 我剛剛那一刻已經GG了 嘩 我還有毒 我剛剛已經死了 突然被人從後襲擊完之後 我真的不明白 他突然下了地下 突然被人從後襲擊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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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他突然下了地下 他在跟警方說話 但他們似乎混亂 但他們似乎混亂 我真是滿意 我真是滿意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裡有多少深度 我們有多少深度 來吧 我自己去場 我自己去場 把所有事情都進行 是 他們兩個合作得很愉快 我的黑人上司和我的根筆 為什麼我會回來 但我不明白 我突然很想見我老婆 突然間 不在這裡 你打算上床睡嗎 這一刻很不明白 有鬼啊 寶貝 咦?他沒死的 我不知道 子女在死嗎 不是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幻覺 是嗎 你瘋疑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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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對兒子是透露真心話 還有你在這裡 好,在媽媽回來之前一起睡 為什麼會在這裡 暗一點沒問題 為什麼要幫你開燈 其實也很難得 我覺得小孩子和爸爸的關係 很早已經斷定了 好還是不好 他的手也很瘦 光伏的手 他的眼神 這東西有點怪怪的 我大約會一直等下去 就在陽光照不進來的房間裡等待著 就在這個 只用我一個人的陰影房間裡 一心一意地 等待下去 白房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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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但我不明白 那裡 我不明白那種狀態 我猜 可能 或者 是 是 剛剛在樓梯那裡 被人 已經滾進去 這麼長的樓梯那裡 然後我憑死的邊緣 然後 接著 我自己的 記憶慢慢 開始 有 我不知道 我猜 今次的事情發展 大約是 大衛死 蘇菲死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重新再玩一次 我們的 因為實在 太多東西要拿 所以 我們繼續 左線 但是 中途 沒有什麼 特別的事情發生 都是跟 以前的劇情差不多 中途 跟 雪里 講 大衛死的時候 房間是沒有人 因為 根據之前 蘇菲的劇情 他就已經進去 洗澡房 所以 沒有人 所以 很孤獨 繼續 接著 現在聽到電話的 幻聽 但是 這個位置應該差不多 我想 這裡還是可以 我們已經看了很多次了 其實 上次看法 我想 你看到這一集 應該都追到這麼多次了 所以 我就選擇 這個位置 飛快一點的方式 如果大家真的遺忘了的話 請自己 再看一次 經不負責任 繼續 上去 嘻 聽到 可能是開門的聲音 小心點 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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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有一個 拉桿 拉一拉 拉一拉 什麼聲音 嘻 有人尖叫了一下 不對 這是什麼聲音 不是尖叫聲 這裡開不到 應該有一個秘道 開了 好 我們再拉一次 先拉下 先拉下 不要拉上次 我以為 控制的古堡 拉完之後 上面有一個石頭 摘下去 然後摘死了自己的老婆 嘻 喂 我不打算跳下去 你不要跟我說 我自己跳下去 這件事不關我事 好 那裡是不關事的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事要做 還是先拉下 先拉下 看一看 然後回頭 應該會有劇情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希望沒有 OK 原來是這樣 然後呢 沒有理由沒有劇情 還有 為什麼 這兩邊的房間 還是有一個調轉 好像剛剛大位是調轉 我記得沒有記錯的話 什麼玩法 什麼人都沒有 嗯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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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些東西 這裡去不到 消防庫 這次應該可以了 對了 樓梯下去 但是沒有料到 還有呢 如果是升降樓梯 我覺得不會太過分 這樓梯真的很誇張 這樓梯 這應該是怎樣 嘻 等一下 突然間有聲 嘻 嘻 開了門 誰誰誰 進去 嘻 不同了 什麼聲 嘻 嘻 剛剛那樓梯弄死了我老婆 噢 這次糟了 明不明 我是想你等你掉下來的嘛 都是因為你自己不斷衝刺 搞得我追不上 結果我認來了最糟的落幕 嘻 挺有樣子 但是 那樣子 我是想你等你掉下來的嘛 都是因為你自己不斷衝刺 搞得我追不上 結果我認來了最糟的落幕 只不過是這樣的 我大開殺仗 而殺得不夠盡興 你也沒辦法好好保護著你的女人 所謂的人生 就是 沒有法曼斯如意 你說是不是 很壞 為什麼他會死呢 但是 是不是剛剛拉樓梯的時候夾爆了他呢 可不可以讓我問一個問題啊 警探先生 是誰移動樓梯的呢 哦 即是原本 直接打爆他 問 還問 未知故問 但他又不還拖 可不可以揭中那個 膠袋人究竟是誰呢 男司突然過來了 竟然 大家都死了 奇斯開連啊 不要去啊 看到不應該見的東西的 哦不 他走在這條路上 不要走去啦 前面很危險啊 綠色悠悠的光光 很難叫我不進去 夜點都是這樣 下一個光的 他就發現這件事了 咦? 抱住他 最後的結束 究竟我老婆本身這個房間裡 突然被我夾爆了還是怎樣 我不太明白 應該是在動樓梯的時候他掉下去 即是他在樓梯那裡 但我一動樓梯他就掉下去 然後就掉死了 這個應該是最有機會 或者是機關夾爆了老婆 隨便 情況已經聽到了 我正在跟他聊天 是誰 我上司也挺看我 你和我一樣的肚子 你和我一樣 混蛋 這件事不應該發生 你問我問誰 哈哈哈哈 真的很諷刺 好人的 幾乎在我們眼前都死了 他真的對我都有一點情義 我沒有哭 我沒有哭 我甚至連我兒子死 我都沒有哭 真的這麼難忘嗎 自己一個人應該會做錯 這個事件裡 全部 所有和我有關係的人 基本上都死絕 就是 所有人都變成 有本 都變成單身的人 現身 你想看誰 哈利波特 你猜 11點45分那條隧道 嘻 沒有看到 真是倒大煤 你猜 你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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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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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和 另外 那 應該是兩個人 這是 這是 真正的 傳說中的 Bokey 名字 放心 她在你的世界好好地和你的兒子在一起 不要亂開槍 給我 給你什麼 我的兒子 把我太太和兒子 把我的家人都給我 現在是怨魂來的 不是我 是你 警探先生 你已經流不出正常的淚水了 給你 這一切都是你自己拋棄的 不是嗎 你總是專注 在不知道身邊何處的敵人 卻沒有留意到 纏繞著你腳邊的他們 是嗎 我肯定是你做的 但你承認是你做的 為了你的憤怒 憤怒 憤怒 你應該早就留意到 但是 你假裝沒有注意到 只是為了保護你的微不足 無料之極尊嚴 是嗎 你只是把他們押走 我只是把他們拿走 這就是 這就是 我們會永遠去倒 她的尊嚴 意思就是 她一直不哭 或者一直不成 就是 我作為警探 在她心目中 警探 那種鐵面無私 應該是這樣 所以她一直都是這樣 而遺失了她身邊關心她的人 或者其他事情 結果你推開了他們 而我只是撿起來而已 遲早 都會變成這樣的命運 已經埋在我身邊了 咦 為何她有槍 究竟是誰 最後死到臨頭 你還未明白 I guess I'll tell you 要不需要我告訴你 誰來的 騎士 I am the boogie the boogie in your head 這是她腦裡的戰鬥 還是怎樣 就是在你腦裡 然後就自殺 還是將她穿一個人格洗掉呢 應該是自殺 明美的陽光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 背後一 第一 The Brokees Find Tonight 好像是 這樣 那這樣 OK 那我們的The Brokees 所有背後 已經收集了 剩下 兩次 那兩次 我當然要想 Как交 那當然 還會緩的 但是就是這樣 那 我認為很可憐 但下一次我們會繼續討論穿N的梢耳 今天就來到這裡